大家好我是王云中欢迎收听 我说哪里了 今天要请两位这个弟弟妹妹 来哈拉一下过年的时候 要不要去滑雪 一定要 一个是我非常有缘分的机记 机记是我们这个 从台北之音河做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应该有20几年了 我其实不记得我进多久 但是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有20几年 因为我也快50 台北之音创的时候是19 创时是1995年 我不会记那个年份 我记记你一直这个样子 你没怎么变 有啦有老了啦 没有没有 你完全没有 谢谢 你是下一个大便先生比较老 对 我是史丹利 史丹利 看起来都比这句老的人 热血潮人 不得了 布洛克的伟大的博主 潮人 为什么叫 我到现在搞 你王云为什么叫大便先生 有吗 因为就最最最最最早 是因为我也是一个 在电视上讲一个大便的故事 然后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就是就变成大便先生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最早最早是因为这个样子了 对 其实我就快过年了 这个过年的这几年 其实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吧 那台湾旅观光客很喜欢去东南亚 对 东北亚 东北亚 滑雪 都有 对 对很多 后来又加上大陆游客 对 然后雪场就变成菜市场 好多人 就很像在下饺子一样 对 所以今天要像你们两个又会玩 两个又不生孩子 顶客足 你没有经历过那种 带孩子去滑雪 把孩子都已经装扮好了 两个三个都装扮好了 要上滑雪车的时候 孩子下面说 等我 又下来了 怎么下来 不是 他要上厕所 那教练呢 又听不懂 我要掉尿 你要从懒之代下来 再把它去处理事情 所以滑雪最多就是 像就是又过年的时候 五天呢 四天呢 六天呢 都有 基本上都是在照顾孩子 其实自己没有什么享受到 尤其太太 对 尤其太太 男的还有个偷偷懒 对 小孩都会找妈妈 然后你知道滑雪 就要穿很多衣服 进到屋子里面 热掉 然后出来就有冷掉 对对对 就会讲整个状态 你们两个顶刻足啊 对 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 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一切 我觉得我们好开心哦 真聘机来好幸福哦 我们用国外的教育方法 国外如果说你这个中学生的女生都要带一个baby 假的啊 就让你说带孩子很辛苦的 你不见得要找怀孕生子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决定帮你们申请两个孩子 那我们就把学带 没有 我真的还蛮常 看到外国人是直接就带着小孩呀 对 在前面 对 也有背的戴到後面 或者是就把他放在雪板的中間 很可愛 而且小孩子很小的就開始滑雪滑雪 根本就他那個腰力跟扭力太自然了 好厲害 而且我就覺得他們都不怕痛 因為他們就是很接近地面 所以他們怎麼摔好像都覺得還好 而且他們坐在雪山上會自己站起來 對好可愛 他的核心的 因為重心低 但我們那麼胖 我們要站起來很難 超痛苦的 對啊 我記得橫沼以前我們第一次滑雪 叫頭媽木 好棒喔 那個已經二十個年前了 頭媽木第一次去一堆 走好前面 張青芳啊 江蘇納啊 我們都去一堆人都去滑雪 那遠遠那也沒什麼人 還都是日本人在滑雪 然後有些外國人就在山上滑雪 那個摔倒又爬起來 摔又爬起來 張青芳摔倒了 摔倒了 然後呢要請外國人 結果他跟外國人講 請幫我站起來 Please please 那外國人就滑走了 就聽到遠遠的山區 罵了一句髒話 叉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直接滑下去不理他 沒有理他 其實我第一次滑雪的事就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完全不會 然後朋友都很厲害 應該有十幾年前了 跟他在一起前 就是因為他才開始滑雪 就是跟那個Johnny在一起的時候 Johnny誰是Johnny 你忘了我都還記得 誰是Johnny啊 我還真沒有交過男朋友叫Johnny 沒關係 OK anyway 那時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嘛 然後每一個都超厲害的 他們就說我跟你講 你們不會滑沒關係 但你們一定要去山頂的餐廳 那個餐廳很好吃 然後他就把我們帶到最山頂 黑線的地方 對 其實也有綠線 只是因為我們根本還不會滑雪 誰知道什麼線 對 你們兩個在一起嗎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 所謂在一起是一起去滑雪嗎 沒有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Anyway你就到了黑線的地方 對 黑線是最難的 對 然後坐纜車上去的嗎 對 但有綠線 你不會看地圖 我根本看不懂啊 然後朋友就說沒關係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我們大家都會等你 然後因為我們是玩雪板嘛 Snowboard 然後你就是要坐在地上 綁那個白頂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綁的時候 我就看到朋友咻咻咻 就這樣一個一個咻走了 沒人了 然後只剩我們三個 不會滑的蹲在那邊 那怎麼辦 怎麼下來 超慘的 然後就是真的 真的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 很慘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啊完了前面的好像是斷了 這樣下去應該會死掉吧 其實就是黑線而已 然後我就看到我的朋友 從那邊爬起來 然後我想說啊完蛋了 因為呢 我走過去看他在哭 無能為力 在學弟裡面無能為力 站也站不起來 體力也好玩 他就說那個很痛 我不敢下去 對 而且你越覺得懸崖的地方 不要去不要不要去 不要不要不要 就會往那邊過去 就是你看哪裡 就會過去哪裡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有一個真的是最帥的影帝 我們認識最帥的朋友 叫張震 他就從下面 因為他想說 不會吧 他練的報告群就來了 哈哈哈哈 他真的自己又坐纜車上來找我們 他會滑對不對 他很厲害 OK 然後就說你們怎麼會自己上來呢 對 然後就把我們帶走綠線 然後他還跟著我們 一路看著我們 然後插曲是黑線下就可以了 可是他就是硬帶著我們 那超nice 很溫暖的人 所以滑雪 如果台灣客去滑雪 其實真的要找教練 真的 初學 尤其初學 比較安心 而且要交對朋友啦 不能遇到那一種 就是把你硬帶山上去 然後不管你的朋友 他第一次去滑雪 我跟我吵架 我也是 我也是因為被他們帶到山上去 我第一次滑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會等我 也是一樣 每個人就這樣咻咻咻過去 也是一樣 我看到一個前面好像斷崖的地方 然後我真的坐在那邊 我手足無措 然後 不知道怎麼站不起來 我 就如果緊張完蛋 因為他其實是有居高症的人 哈哈哈哈 然後我怕我站起來之後 就會掉到那個段 那其實也是 可能也是一個黑線 或是紅線而已 對 然後我也是看著他 就是這樣 因為他看著他 然後就拆板子 然後抱著板子這樣走上來找我 然後一看到我就摔板子 說 不能說要等我 不能說要等我 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吵架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滑雪的尷尬事情 大概每一個學滑雪的人都經歷過 都有 對 然後走不動啊 拿雪橇敲的自己亂七八糟 對 那下下那個纜車下來的時候 啊 啪 對 就起來 讓金剛說互相看一看 你台灣來的 台灣來的 哈哈哈哈 因為不講話 一堆摔倒的保齡球瓶 全部都是那個 對 我今天這就是上一趟 然後下兩次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大叫我 因為我我們兩個是背對背 我們兩個腳步一樣 下輪車 對 然後是我看不到他的路線 他也看不到我的路線 然後我就想說顧好我自己就好了 就下輪車 結果呢 我就聽到後面大叫 哎 而且你在幹什麼了 我就嚇一跳 我就整個人扭了 嗯 就完蛋了 就摔了一段 蠻嚴重的 我要下車 他不知道為什麼切到我這邊來 要擋住我的 我嚇到了 對對對 所以你們兩個技術怎麼樣 你們兩個都是Snowball 對我們兩個是Snowball 技術怎麼樣 不好說啦 其實蠻帥的 兩個都很好 就是可以這樣講講講講 我應該比他好了 真的 不說起來就說 滑雪是 我覺得人要學的幾個技能之一啦 對 因為你真的要學低滑雪 Snowball呢 Snowball比較是難學 比較難學 比較難上手 但是學會了之後 就OK的 Ski啊 好上手 就是好上手 但要學得好很難 對對對 而且Ski很快 對Ski很快 可是真的你看歐洲的人 他不喜歡Snowball 對都玩Ski 不玩雪板 而且雪板就是個大笨蛋 嗯 還是Ski這樣子 對 不一樣 我有看過一個歐洲的影片 就是他們就是用看Ski的速度 會比Snowball快多少 好快 然後就叫Snowball先下 先出發 在同一個地方 Snowball先出發 大概出發個15分鐘之後 然後Ski開始追 OK 其實大概追過10分鐘 追上 是喔 Ski帥 所以Snowball還是一個平面 它兩個平面的 對 玩法又不太一樣 好 我們要聊這個滑雪的初級知識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聊一聊 像你們兩個都超人了嗎 很會玩了嗎 尤其 還可以了 尤其Stanley 還OK 給那個聽眾朋友在過年的時候 一些滑雪的建議 如果初學者 或者說 你們常在玩 兩個又沒有孩子 說經驗一定比我們多 然後看什麼地方比較好玩 比較能夠趁這個時間 再去玩的 好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王遠中 歡迎收聽 我收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Stanley跟Gigi來談談所謂的滑雪 然後呢兩個是鼎克族 結婚也蠻多年了 8年多了 2015年結婚 你還記得 你居然比他還記得 比我還記得 數字上有點 他真的完全不行 他真的完全不行 不好啊 他看起來那麼年輕 我一直都對數字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可能這樣很開心 很好很好 OK 你們兩個反正是鼎克族 也沒有小孩 然後呢 是不是很羨慕啊 一直在強調 不要強調是說 你真的有小孩 你去地方就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的了 就是迪斯奈樂園 台灣的很多 環球運動 台灣的很多爺樂園 對對對 然後你為了照顧孩子 也不可能殺開始玩 真的不可能 對 而且呢 男人愛玩嘛 愛玩運動各方面 那太太呢 如果跟的 除非這太太很有運動細胞 否則對男人來講也很麻煩 對 我們兩個算是比較 跟一般人不一樣 是因為是我先開始很愛玩這件事 然後我 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多怕他不玩 我真的是用機各種心機 潮人嗎 但他其實以前不運動的 其實我以前不太運動的 跟他在交往前的 對 然後吃喝玩樂 對對對 各方面你就是別的 他就是能躺著就不要動 哈哈哈哈 我是很喜歡運動的 對我也是 我就是一定要一直動一直動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用盡各種方式 先把他騙去了 然後騙去了之後 他大概會一點點 然後剛好那時候回來 他就要去夏威夷工作 我就在他回來前買了一塊滑板給他 我就跟他說 你在台灣可以這樣練習 這跟滑雪很像 在台灣怎麼練習 用滑板 用長板 因為滑行的感覺 真的跟雪板有點像 滑長浪的感覺是一樣的 對對對 OKOK 所以我就這樣把他拐到 OKOK 就還好他喜歡 OK 對啊 其實夫妻一起 到了一個 當中有孩子了 或沒有孩子 對 小時候 如果有個有運動 不管打球啊 有共同的興趣 我覺得還蠻重要 稍微有點目的 休閒的旅遊會比較有意思 我就老是吃啊 然後shopping啊 對對對 我們後來每趟旅行 都幾乎都是有一個目的性 對 所以現在你們基本上 像這個冬季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滑雪 地方是就是以日本為主嗎 對 第一個是因為方便 然後安全 然後你服務也比較好 對 東西要好吃 而且比較 老實說 真的是對我們玩的那個 單板比較友善 地形啊什麼 因為歐洲的雪場的話 大概Skid還是比較適合 對 他有時候很 很拼 很拼 對對對 好 所以大部分以日本 嗯 然後呢 現在長白山雪場去過沒有 沒有 沒有 聽說 但是聽說很棒 很多朋友跟我說很棒 聽說不錯 所以我覺得你們做朝人的 應該去試試試試看 好 對 長白山 然後澳洲有沒有去花過 我們沒有 但是之前紐西蘭一直在想 紐西蘭那時候 剛好沒辦法 但是因為 根據去過的朋友說 雪都沒有像日本那麼好 對 所以他們 澳洲跟紐西蘭那時候 全部都往日本跑 在日本 就二世古 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基地 對 所以變成二世古 後 以西蘭這麼這麼紅 這是一個澳洲村 對對對 所以你們如果要介意 不過現在人太多了 對 對我其實不建議你西蘭 因為我們去年一月就去了一趟 你西蘭 對 頭媽媽媽還開不開 還開 還有 不良眼 不良眼也有 對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其實有很多很不錯的 所以你若是建議大家的話 還有劉士子 劉士子 我覺得每一個雪場都很好玩 就是看大家要玩 因為你西蘭真的是人太多了 人都倒就是 你晚上如果要吃飯沒有預約都很難吃到飯 你只想吃便宜商店路邊攤 而且便宜商店可能都要排隊 排個十分鐘結帳 還有其他地方你稍微建議一下 其實我覺得像台灣有非常多很專業的滑雪的旅行團 像我們跟有一家很熟 因為我們之前每年都跟他們一起玩 他們很會繳繳得很好 叫納魯玩 然後他們就是每年雪季開始大概十月 開始前他們就先開放很多的滑雪團 就是會有各地 然後不只是北海道 然後比如說可能有東北也有 然後長野星系 各種你想到有雪場的地方 他們都會幫你安排 然後就是也是有小班制的 可能四個五個人 他們是自己帶教練陪你們去 教練就是整團 從機場帶到那邊的機場 沿路遊覽車就會來接你了 然後幫你安排好飯店 那如果你沒有裝備 他們也會幫你負責好 就納魯灣 那你只要付的錢 大概只有在學上了五三錢而已 大概就這樣 連攬車 它就是一個package 它就是一個package 那我覺得這很方便 不只納魯灣現在很多 很多都有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 近幾年我們周圍有很多朋友 他們就是真的很會滑 滑到都考到教練了 然後真的是教的也很好 他們就會 比如說冬天的時候 他們就會被死在日本 比如說在長野 或是在各個地方 北海道也有 他們就是在那邊專門教課三個月 然後結束再回來 因為我比較建議是找台灣人的教練 當然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給學場的教練教過 我真的是挫折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他就會一直說你好棒你好棒 可是我就是不會 我遇到的教練是我第一次選到一個老外教練 然後不管怎樣 你稍微滑成功 awesome 你跌倒了awesome 不管怎樣awesome 那我又不知道我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會比較建議是一個有 那個是要建立一個 一個什麼 就是不是只是一天的課程 可能就是你這個trip 你去五天 然後你有三天就去好好的找一個 你熟悉的教練上課 從零到 因為他就會有責任感要把你教好 簡單來講 其實台灣的滑雪 這些帶教練的旅行團已經非常成熟了 現在超多的 我們以前都要去找老外 或找日本人 或韓國人在現場 講話也不清楚 而且負責任跟不負責任的 對 他教完你他又沒有什麼關係 他就不會遇到你 有一些就特別小心 結果你也不敢 也不放你自己花 對 那有些特別大 就很就隨便你也很危險 所以這種已經很成熟 這這麼多年來發展已經很成熟了 我覺得很成熟 而且我覺得已經過多了 小團中團大團都有 都有 我們之前過年有的時候就會為一些沒有滑過雪的朋友 就特別包一團 然後就是二十幾個人 就是一 就這樣直接飛雪 不過大家還是集中在過年的時候去滑雪吧 應該是說比較有價值 大家比較有空 但我們的話是從大概12月底下開始 你們自由派啊 腳就很癢 就很想要 兩個人賺了錢就用在碗上面 你們一年像冬天的時候去滑幾次 至少三次 大部分都在日本 大部分都在日本 所以歐洲跟北美洲加拿大都還沒去 我想要明年計畫可以去 可能氣氛不太一樣 對 不過學的是北海道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不過這幾年北海道的風雪很大 所以還是要注意飛機 那個大學分飛的日子很多 我知道 很多人cancel這個 我們曾經不是在北海道 我們在一個東北的雪場 那叫下游在南 在沿守 我們就是有一天滑到我們動不了 就是因為那個風大到 所有的人就突然都蹲著 那是災難 很可怕 然後你整個耳朵是會被凍傷的 我還去廁所拿那個紅手 因為你回到大廳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剛好看到一個廁所在那邊 大家就圍在廁所很暖 很多 很多學道 很多學場 所以長野 除了北海道之後 長野是好的選擇地方 對 因為現在以台灣人來講的話 最多人會去的是你水口 然後再來就是長野的白馬 跟長野的野澤溫泉 這三個地方是台灣人最多的 野澤我好喜歡喔 野澤溫泉 學好不好 學人很好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溫泉村 走路就可以到雪場 那你回來之後就是在溫泉街吃飯 泡溫泉 然後這幾年也是被老外開發的很好 有非常多很棒的酒吧跟餐廳 我聽說長野的雪季沒有像北海道那麼長 對比較難 就可能三月就不好 三月多就不好 可是北海道四月 可以到四月 可以到四月 差不多從十一月開始到四月 在雪場大概也都是十二月中左右才會開 OK 好修一下 我們再來跟史丹利根基基談一下滑雪 大家好我是萬元中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今天請兩位潮人 史丹利跟基基來跟我們談談滑雪 因為過年快到了 真的 台灣這幾年都很喜歡滑雪 我們剛剛有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去滑雪 不懂滑雪 會開始這種滑雪 最好的還是跟團 對 找專業的教練 找專業的台灣教練 千萬不要說我朋友教我 因為朋友不可能 朋友不可能會教你 朋友會背叛你 對 對 他自己玩都來不及了 他自己都想玩了 而且他真的會教嗎 這又是一個問題 對 然後或是還有那個情侶也是 千萬不要給男朋友教 千萬不要給男朋友教 我們之前 如果說男生說我會 我可以教教女朋友 到最後一定會吵架 絕對吵架 真的 夫妻我就跟你講夫妻 千萬不要教 或者是那個什麼男女朋友 對 這個不然打球是打高爾夫妻以上 我打球 我老婆要學 他就跟我學打球 我一教他 他就 哈哈哈哈 我說這個你 對 不是我說你這個 好那你自己來自己來 啪打不好了 我說你看打不好 哈哈哈哈 不行 千萬不行 你們女人 女人就這樣 女人到了一個階段 是把我們男人都當個 屁 沒有啦 真的 沒有沒有沒有 又個性強 運動的時候 因為都自己的事 他就 他就覺得我可以啊 滑雪吵架的情侶 很多 因為之前 前陣子我們還有一個女生朋友 就是要去滑雪 我老婆滑的比我好 是喔 那老婆會教你嗎 不是 因為他們小時候住北部 他是基隆人了 北部人滑冰啊幹嘛 他還比我小八歲 那時候開始流行滑冰 所以他一直在玩這個 男部小孩子屁都不懂啊 就是讓他到水裡面玩啊幹嘛的 沒有那個環境 所以我所有運動裡面 就是滑雪這個東西 就是輸給他 輸給他 輸給對就是 不像我的其他運動 不過取了一個外號 這外號適用在很多滑雪的人生 叫 叫不動天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一直這樣 我學滑雪40歲了 很老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怕摔 會更怕吧 更摔 可是還是還是受傷 還是一個雪障啊 那個從小就打到這裡 都像我有一個增生的小骨頭 在這個地方 現在這麼嚴重 對對對 我去叫他去 我取名他富良爺 在富良爺生出來的 增生 OK 你說 這是一個概念 但我覺得韋鐘哥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裝備 你剛剛講說 因為不小心撞到 其實這幾年的護具 已經很厲害了 屁股店 對 我這個屁股店是誰買給我的呢 因為我開始玩的時候 就帶很多製作人去玩 張哥啊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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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湯哥啊 他們都開始玩 B2他們都開始玩 然後B2開了一個化學店 好類似他賣了一個 會賣那個屁股上墊子 我第一個跟他買的 後他們就很愛玩滑雪 因為 我去的時候那個屁股店呢 我開始滑雪十幾年前 那個屁股店超醜的 然後就是看起來很爛 就像很爛的屁股 就很像保麗龍塞在裡面 很假的屁股 但這幾年真的那個材質都很薄 然後都是很薄的 然後吸震力都很好 他整個是包住的 然後不只護屁股 他有整個盔甲 現在有盔甲 很輕很輕 他就是特別的材質 有點像騎摩托車的 穿的那一種 可是不會阻礙你滑雪 不會 一流的 很厲害 我覺得你可以買這個 我幾塊70歲了 沒關係 我們有認識70歲還在滑 其實無所謂 我是當這三年 因為疫情沒有去滑雪 我是希望把滑雪 給pick up回來 不要滑快了 就是享受那個悠閒的感覺 希望以後 有孫子滑雪 可以把他放在腿中間 或者背的 很可愛 其實夢想 但是有人就不要孩子 沒關係 我們看你很可愛就好 沒有想要 他就裝備嘛 還有一個安全帽 安全帽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因為為了帥 為了漂亮 都不帶安全帽 尤其是日本人 我覺得他們真的好厲害 他們真的就是 他們從小有課程 但是近年 他們是有課程要學滑雪的 整個日本小學生 中學生都安排就滑雪 近年他們開始帶了 因為可能雪真的越來越硬 沒有那麼粉了 季節的變化 這幾年有開始帶了 我們最近還有一次 一個台灣的一個滑雪課 不幸的 有兩個 這個剛好可以講到這個 我覺得就是最近的一個滑雪課 我覺得因為他是跑到線外去的 他是去學場以外的地方 但是去學場以外的地方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危險性很高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不能亂冒險 對然後加上他可能是一個人去 如果是兩個人一起的話 或許還可以一個人回去求救 對 可是學弟裡面要走兩步 有時候到深圳 都很困難 天不硬地不來 而且基本上拿 有時候我會跟我什麼 都沒有訊號 手機根本沒有訊號 對 所以就是很重要 就是自己要量力 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好玩最重要 對 就是安全我覺得 而且華語最重要 就不管你多辛苦 安全的划完之後 晚上回來吃那頓飯 好開心 洗了那個水澡 喝那個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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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快樂 其實滑雪 騎馬 登山這種東西 都有點冒險 是 可是冒險呢 你真的去看資料 我常跟大家講 冒險的運動 回來之後 你會生命力 那個呼吸 跟那個感覺自己 有點重生的感覺 對 那個對身體是很好的感覺 對 OK 所以 裝備到底要哪些東西要買 你們建議怎麼樣 初學者的話 我覺得就是護具 然後跟雪衣 那因為我個人有 雪靴 雪衣 可以用戒的 可以用戒的 如果一開始想省錢的話 就是貼身的衣服跟護具 就用襪子啊什麼的 然後護具啊 頭盔可以租 手套啊 這些貼身的 所以頭盔不要買 頭盔可以租 因為你也不知道 你之後會不會喜歡 鞋子也是可以用租的 對鞋子不要買 對 所以鞋子也不喜歡買 就是準備 第一層 就是西施排汗的衣服 對 然後好材質的襪子 然後手套 因為一整天真的會蠻臭的 又是租的 對 這種概念大概有了 有時候說我要不要買Skia 要不要買Skia 要不要買Skia 要不要買Snowball 對 有些人就說就好 耍帥 先買好 去旅行帶的很累啊 那我們其實很享受 帶自己的裝備 對我們當然會滑 就會想要帶自己的啦 對 會想要用自己的 一開始不要太急的買 對一開始不要 因為你搞不好滑了一次 你就再也不想滑了 那個真的你第一天 欸我們兩個都是經歷過你 就是上了一天課 你隔天起來 你是不能這樣 直接這樣做起來的 我們是無法從床上躺 直接起來 你要這樣滾滾滾滾滾 然後摔下床 對 然後再這樣扶著床 爬起來 太累了 對啊對啊 第一次滑雪完之後 那個累不知道 哇那個全身 對真的 但神奇的是 穿上個裝備之後就好了 就好了 我身體是這樣子啊 身體這樣子你出去冷 一動的話 他血液一通就OK了 好幾天 但是即使這麼累 那麼辛苦就好愛喔 所以應該是把價累積一下 真的要去學花學 我就跟各位 我的經驗是五天四夜都不夠 大概要差不多十天 把價累積一點 對 你們兩個他又自由又頂客足 太幸福了 而且十天 然後你們來就害觀眾不上班 有的時候那麼工作 工作那麼辛苦 就是要好好慰到自己 對 把工作累積一下 不是現在工作狀況也不太一樣 work from home 所以時間很好控制 如果老闆會交代 會帶員工的話 就好 我們就讓你工作的時間 很好工作 然後你們正 work from home 從外面用網路幹嘛 有無所謂 就給你們個長假 回來之後工作起來 也會有力量 對 實際上我也站住 會不會回來就又想出去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有一個人生有個想頭 說我過冬天要去滑雪 有個目標 也不要亂買東西 把錢先賺好 好好的也好好的工作 然後找一個假 然後好好的跟老闆也請點假或怎麼樣 然後真的去做 我覺得有個盼頭是好的 其實我還蠻建議沒有去過的人 其實五天四夜是夠的 因為五天四夜其實就是只花三天 他們就已經會累到受不了 對 但是沒有小孩了 有小孩 小孩不行 有小孩不行 應該有專門小孩可以上課 好像三歲以上 現在有很多 你這可能變很多學場 都甚至會有拖音的 拖小孩 現在有很多這樣的 好像兩歲還是不知道多大 就可以放在那邊 那慢慢就越來越進步了 Club made是很好 那Club made滑雪場比較平 Sahoro 對 那比較平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遠中 歡迎收聽了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請到潮仁Stanley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機器 搶到 對 太開心了 沒關係來談談滑雪 其實我鼓勵大家 當然要注意安全 可是我鼓勵大家做點 稍微有點冒險 而且一些技術性的運動 對 更休閒 否則每次去一個地方 風景聊天 大概就這樣 有個目的性的 比如滑雪啊 潛水啊 或者是說登山啊 或者hiking啊 有點目的性 我覺得是蠻好的 而且這個 像我就 我就覺得有點刺激 會讓你 像滑完雪之後 人真的不一樣 對啊 滑完雪的之後 第一杯真的很爽 哈哈哈哈 我就是有點 有點強什麼 有點是冒險回來的感覺 而且真的是 當你整趟 雪場 結束營業 然後你整趟結束 然後拿著雪榜 真的是 會有一種 很想要跳舞的感覺 對 就是很爽 今天的挑戰完成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旅行 就寧可就是花點時間 存點錢 然後要去就好好計劃 好好旅行 現在都有些滑雪的教練 滑雪的一些旅行團 其實現在網路都很好找 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多 對對對 好那你這是說 你去長野這次滑的比較累 是不是 手受傷還是 對因為他大叫 但其實主要累 是因為我們這趟好精實 我們整整連續一連滑了五天 都沒有休息 我們真的是從早上十點到雪場 然後就一直滑到下午四點 太拼了吧 對 我們就吃飯休息一個小時 好像集中淫室的 在集訓中心 我們到底為什麼那麼拼 我也不知道 這樣子玩不好 中間可以休息一天 對 我也這樣想的啊 但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次就沒休息 太久沒滑 第一趟總是會想要 想要全球 想要那個 應該是你們兩個中間 有一個是要這樣 有一個想休息 有一個不想休息 他是第三天很累 然後我第三天還好 然後我知道第四天我徹底不行 因為第四天我們開始兩個 就是有跨雪場 因為那個雪場是有可以從這個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 你們自己看地圖了 厲害了 那個就變成會 你要滑的時間就很長 然後我那天真的是 我每滑一段我就跟他說 我不行了 我要坐下來 然後我真的每到一個地方 一停下來我就是躺著 那他就會鼓勵你嗎 沒有他就不理我 哈哈哈 沒有 我也是要還是要 他就說有點遜 你有點遜 另外一種 到底為什麼那麼累 激勵 然後出去玩 出去玩胖子裝會吵架的 還好啦還好啦 唯一這次只有一個吵架 因為我不是摔那個還蠻嚴重的嗎 然後晚上回到那個 我們住的地方脫了鞋 才發現我的腳踝整個腫很大 穿鞋的不感覺 對然後就是是紅 然後又發黑的 然後他就在旁邊說怎麼辦 今天晚上要開始下大雪 明天雪最好 然後你現在腳受傷 好爛的咖 好爛的咖 然後我真的是 講一次就算 他連續大概講了五次六次 你意思是什麼 我在為他擔心 你是希望他休息你去滑雪 對沒有 他就一直說怎麼辦怎麼辦 你不能滑怎麼辦 對我是替他感到可惜 我後來真的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你不要再跟我講這個了 然後我就哭了 因為我自己也很怕我隔天不能滑 結果呢 結果我神奇的復原力 晚上呢他就慢慢的好像比較消了 然後隔天我就綁繃帶繼續上 就愛玩嘛 就愛玩啊 沒有我在擔心的是 我很怕他硬要逞強受傷去玩 沒有沒有我有跟我自己說 如果我穿不進那個鞋的話 就算了我就休息 不過我玩我玩起來也是逞強 就都來了 他有一次是動傷吧 動傷的 硬吃的止痛料 然後硬要去滑 最後一天 我這種經驗多了 我這種潛水滑雪騎馬 我就比較喜歡玩這種東西的人 那個真的是愛玩的時候真是 那真的就是伴侶 伴侶說不舒服 你休息 休息 你休息一天 那我可以自己去嗎 你自己去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而且回來之後又不能表現得很好玩的樣子 不管他會生氣 不會啦 我會鼓勵 鼓勵男女朋友會夫妻 兩個做一些這樣子 有目的性 會休閒性的這種 這感情會很好 對 可是比如我老婆學會潛水之後 從此以後下水我就看不到魚了 我就一直看他 一直看他 希望他安全 就看高一點 就讓他下一點 低一點 就讓他打點氣再上去 就一直看到他 害怕 好愛喔 不是不是 天生你還是會照顧你 他他都沒有要管我 他都自己一個人 四年一生那種老直男 就是這樣 要顧好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們兩個一起 在澳洲一起要上飛機 就skydiving 兩個天好書都要上 要上去 我已經都已經上上去飛機了 他跟我講說 偉忠你一個人去吧 他不去了 他想到對 他說我們兩個人 如果同一個飛機 叫skydiving 又出問題怎麼辦 我覺得他對 我就上去 上去之後skydiving 然後呢 澳洲人講的英文 你聽也聽不太懂 good day good day 我是 我不是skydiving good day good day 也聽不太懂 他就講了 跟一些學生講了半天 那學生就是 他們到了一個高度 全部都下去了 飛機上就是 我跟一個韓國人 兩個不知道 那韓國人就看看我 因為我們在飛得更高 對 其實那些學生 他們覺得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我就飛得更高 哦 越來越高 好可怕 然後就到我們了 就跟我們下了 綁到我們就一起跳下去 哇就下來了 哗下就聽不到聲音 哇就風聲風聲風聲 然後到了一個高度 就砰 閃開了 閃開之後就開始聽到鳥叫聲的 看到地面 好過癮 我老婆在下面 慢慢飄下來 飄下來就變成英雄 可是心想說 如果閃不開 我就往生了 如果閃開 就變肉泥了 我就重生了 所以還是會擔心 對 夫妻在一起玩還是會擔心 還是會 對 加上有小孩的話 對 所以你們兩個如果真是有默契 要不然真的會吵架個方便 對 但是就是例如 可能他就會說 那你累你休息我自己去好 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跟著你 對 兩個人 而且他那天是要去玩一個比較難度 比較有的 我就說沒有 我腳再算我也是要跟你進去 對對對 對 因為我覺得一定要 因為這是危險的 潛水要幹嘛 一定要有一個伴 對 所以滑雪如果跟錯 不會很多男女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也是因為從運動啊 互相合作 產生問題 所以叫成年 成田機場症候區 成田離婚 我要跟你散了 因為男的很多大部分都是男的 不負責任 愛自己玩 女的跟你的時候 你不照顧女的 女的回來就翻臉 對 我們還蠻有默契的 我還蠻照顧她的啦 對 有啦 有啦 就我今天很累啊 然後到那個學場的餐廳 我就跟她說我真的動不了 你可以去買冰淇淋給我去 不是這種照顧啦 這是什麼樣的照顧 其實像我們出去玩的話 基本上就是任何的行程規劃什麼 都是我在負責的 你是那種安排的很細節的 我沒有安排很細節 但是我是會大概就是 會照她的喜好來安排這樣 她很喜歡做旅行前的規劃 因為她覺得這好像就已經先去一次 已經先做過一次自己的旅行 可是有些人安排 安排的太細節了 我們真的不會這樣 那個真的讓傳播起來 10點到11點要去哪裡 然後11點到12點要去哪裡 那種那個對我來講 那叫行軍那不叫旅行 我們兩個都不是這種旅行方式 以前我們去歐洲玩一群朋友去玩 也是一樣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型的人 她很好 她安排了很多museum 那當然很好 大家去看一看 那自由 可是到每次他們一定要把這個 給大家介紹 這個話呀 或這個雕像的過程 等等講 但是有人到了 我看她很自由嗎 你東方西看看 講講講 後來發現沒有人聽了 在大廳廣眾人家 你們大廳廣眾人家 你們大廳廣眾人 好悲傷喔 這麼需要觀眾 不是不是 他是一番好意 那我們就是態度太差了 所以旅辦很重要 旅辦 一定要找適合的 旅辦很重要 真的 一群人 一群自稱family的人 去一起去旅行 回來之後 從we are family 回來變成we are enemy 回來都變成敵人 對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旺中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請到一對潮人夫妻 然後也是鼎客族 Stanley跟GG來談談 滑雪的過程 還有一對夫妻出去玩 當你沒有小孩子 或者男女朋友出去玩 或者一群朋友出去玩 應該注意的事情 那說到滑雪 你們還有什麼 要提供大家做參考的 就是 除了我們剛講過了 裝備不要急得買 但是台灣都買得到 最好跟旅行他一起去 要互相注意安全 要一個人 要一個人 雪地開車也要很小心 雪地開車 如果是要自駕的話 你們自己租車 我們都自己租車 開序的 對 就是因為很多 你租車的話 第一個一定要 要雪胎 就是他們會有雪胎 不是保險當然要 保險也要 然後雪胎 然後但是其實在 如果你如果是在東京租車 要去長野的話 比較麻煩的是 四輪驅動的車比較難租 有雪胎的車比較難租 因為有些雪場比較高 所以你是很難開上去 為什麼你們要自己租車 因為我們不想要扛行李 然後扛雪劇 然後做新幹線或什麼 或是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只玩一個雪場 我們想要換好幾個雪場 會想要換很多不同的雪場 日本開車因為真的 座位位的位置不一樣 出學者很麻煩 有時候真的會 轉大彎開走 轉小彎的時候 真的會 中日 台日友好 而且還有那個 方向燈跟雨刷 每次要打方向燈 雨刷就一定會跑出 這個要練習 因為我們家就是有分配好 我就是負責左家 就是負責右家 所以去日本都是要開 我因為我在台灣很少開車 所以我反而在日本開的話 還沒有遇到那種打錯啊 或是走錯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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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雪況要注意了 有時候真的是大學分飛 不要硬化 不要硬化 不要逞強 然後真的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加上我覺得 應該是說 第一次去的話 真的除非你是跟旅行團 或是有教練團去的話 不然的話 你可以去到那邊 然後當地也有台灣教練 你也是可以找的 先在台灣做好功課 先做好功課 你也是可以找的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假如你們真的去滑雪了 很開心去滑雪了 那天氣預告 告訴你們也不錯 可是天氣很難講 到了一個地方 幾天都不能滑 有沒有風的狀況 幾天都不能滑 還是沒有遇到過 因為再怎樣都有雪泥冰 或是巧克力冰沙可以玩 有風雪大到可能就是 攬車只開一條 只開最下面那一條 我們有遇過只能玩一個雪道的 所以這就是掃興 對 因為要靠天吃飯 滑雪一塊 放到大掃興的時候 兩個怎麼辦 就在家裡喝啊 喝飲料 對 回房間喝飲料 我們也會玩得很開心 聽音樂調舞 就兩個人 也可以啊 我們兩個很容易自得其樂 你們兩個這個價值觀跟娛樂性 因為他算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他就會先出發前他就一直說 我們這次去 他就會一直看怎麼辦怎麼辦 只有50 怎麼辦 完了沒有雪 會不會都沒有雪 我就說你現在這樣一直看 去那邊就知道了 他就一直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至於呢 我們到了雪場 然後我們就終於找到 他每天在看的那個 那個那個攝影機 他就是很悲觀 不是悲觀 餵與求謀 夫妻配合好的 兩個都很那個大條的話也麻煩 對我就是覺得沒關係 一個仔細 一個稍微大條一點 這樣比較好玩 兩個都很大 就是規模合不起來了 一定那個什麼 他就會比較計畫好 但是你可能看別的事情啦 有的時候我就會 他又覺得我好比較嚴謹 太規模 嗯 大概在玩這種事情 是我比較 我比較會那個 對 還有呢 還有有人去滑雪 或是不要冒險性的運動 或是出外 靠天氣這樣 會帶很多藥品 對對對 這個到日本需要嗎 比如說有些人 會帶感冒藥 過敏藥 腸胃藥 我是會帶啦 因為我藥物過敏 還是要啦 還是會建議大家帶 因為如果你滑雪很多 是在山上的話 可能附近也沒有藥妝店 你要還是要下去 對 要注意這個 我覺得尤其到年紀要做的 但是或者是團隊中有一個 有個小叮噹那個 有神攜帶的 什麼都有 對對對 還有人去玩最喜歡 要請醫生朋友大家一起去 喔 除了醫生沒有知道 還要請那個按摩師一起去 哈哈哈 那太貴 找個會按摩的醫生 會按摩的朋友 我們就一次就是啊 有一個健身教練 跟我們一起去 然後他會按摩 他有學嘛 他就幫大家 教大家 那個真的很讚 所以以後在 所以一個那個團隊裡面 以後如果我經營這個行業 我一定說我們去滑雪團裡面 一定會聘請一兩個醫生 免費請你們夫妻去玩 然後呢 好爽 我覺得這好 很多大旅行團 有時候會免費請醫生去 真的 好讚 跟家庭醫生一樣嘛 他反正有玩 那大家免費請他去 請他夫妻一起去 如果先生會這個 會醫術 然後太太會按摩 對啊超讚的 絕配了 絕配了真的 好想跟他們一起喔 哈哈哈 他們應該轉班了 還有一個我剛想到啦 這是 行前的訓練啊 因為基本上滑雪還是要靠核心跟腿力 台灣現在有沒有這種室內滑雪場 就讓你 有 跑步機型的 有 那有用嗎 我覺得是另外一件事 對中學來講的話 或許去那邊會的話 再真的雪地就會比較熟練 比較容易更快上手 那你認為是要練練核心 我覺得先把核心跟腿力練好 這個很重要 要不然你真的連怎麼站起來都站不起來 對對會發抖 會很狼狽 不是 因為我們是坐著穿的 你光坐下去之後 你要嗆起來就是起不來 很難喔 很狼狽 所以就是先把核心跟腿力 可是起不來就是起不來 就是起不來 對在雪地那個斜坡上面 人那個那個那個狼狽 又開始冷 所以是無力感 然後朋友不能救你 救我 我下去了 我聽不下來 我就看不到 欸不見了 怎麼不見了 聲音越來越小 然後真的碰到一個 有的日本話語碰到一個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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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警察 他去找警察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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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是 對我很多問題 我還想到一個就是 因為可能雪 Skid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Snowboard很容易就坐在地上 Skid比較難坐在地上 摔起來也是 也很糊塗 那就是一旦摔或是在地上的話 就盡量往旁邊去 不要在雪道上 或是不要在一個彎道出來的地方 我想講我剛剛講什麼 對你說 就是除了不要坐在雪道中間 還有一些 比如說你看不到的死角 因為上面可能衝下來的人 不會看到你在那邊 就是要找一個視線OK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朋友就是曾經 坐在一個剛好一個坡度的下面 然後後來他就膝蓋就被人家撞斷 對 腿骨就被撞斷 腿骨裂 今天我們這次去也遇到一個 對阿就是我們華西亞的時候也是看到一個 有一個Petro在走 有一個Petro在走 有一個台灣人 對 不過我覺得是要互相幫忙 要小心啦 要小心 因為這個雪地裡面很多狀況不太知道 是 而且又不是我們不熟悉的 而且你說真的你在雪道中間 大部分在雪道中摔跤 摔跤之後你要到旁邊去 你沒有體力的時候 爬到爬到爬 然後雪橇又在遠的地方 對 那真的是這樣子 所有東西都不一樣 一呼無淚 對 真的 我小女兒在雪地裡面 有一次也是雪橇 也是也是滑掉 滑掉之後呢 他姐姐已經在前面照不到 來個 我去上去請我去上 拜託講 我去上去說 那日本女兒很好 就背我那小女兒 好棒喔 背兩步之後 就把這個把放下來 你究竟時間等一下 我去找救 太重了 我小女兒就自己一個人這樣 沒辦法 走回來見到我們 哇大哭 大哭 好可愛 對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一定 我有一次是上懶車 上懶車上到一半的時候 雪橇掉到一個 雪橇掉了一個 這怎麼辦 這個叫雪障 雪障 只剩一個 如果以前按照報的雪障 我可以一個人這樣下 對不對 可是我到了一個蠻難的地方 那你又再回去做了 再又下去 也不行 聽不懂 日本人真聽不懂你講什麼 對 然後雪障掉了 不知道怎麼辦 就在那個地方想半天 後來用電話想半半天 然後有個教練上來 帶一個學長 我才下去 所以有很多狀況 對 都想不到 手套也會掉啊 手套 手套掉真的很痛苦 這時候你同隊的人 大家會要看 週幾個學長 那就看說 你學長借我 嗯 因為我覺得滑雪是一個很自私的運動 就是要顧好自己 真的顧好自己最重要的 你顧不了好自己 你也不要想辦法幫助別人 對 除非你真的超強 你很厲害 要不然你就是把自己顧好 這是最棒的一件事 我們說了一堆啊 有點知識有點嘗試 最重要的還是去滑雪 朋友之間 夫妻之間要互相照顧 是 真的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該帶的藥 但裝備其實到處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不要耍帥 先買了一堆去 累得要死 然後花了一次就不花了 太浪費錢了 因為不便宜 謝謝兩位 謝謝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